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网友 是8月26日的啤梨晚步 今天承我老婆的吩咐 不是吩咐 就是叫我 每一节我都要讲的 因为突然间 我今天就会做到七点半 不是 应该是这样讲 本店今天是临时临急 突然间决定七点半就会关店 节目我们会继续做 但是七点半会关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完四节节目之后 我就会去吃饭 今天冬煮又起 本来我没有这个打算 所以我就没有一早安排 但是当我今天在货场 收拾一下货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条人 走上来叫风水豪 我看一看一看 我说你这么想闲 你怎么想闲 他说 其实是收货 我真的不明白 其实风水豪应该有钱 你也知道是住在豪宅 跟我收过这么多钱 我当然没问题 我说既然你想得来收钱 不如跟我顶两节节目 他说好 既然他说好 我就陪老婆吃饭 因为今天是我老婆学偶一 难得我儿子又在香港 可以三仔仔吃饭 要不然我就想着 之前竟然不想着 没有想着 昨天也会吃饭吗 没有 我是想着做完节目 但是就少选择一点 做完节目就 实际上没有什么选择 我们做完节目 8点至9点 就变成了 要不就吃火锅 但我又不想吃火锅 要不然你根本想吃正点 吃正点的吃饭是没有的 要不然人家是9点 10点很多都 即是现在 如果7点多钟走 就还可以 有些酒店 或者有些餐厅 就是吃正的 吃顿饭 麻烦风水豪 风水豪现在已经在我们旁边 另外我也会做一张图 因为风水豪 究竟有什么服务呢 其实有很多服务 是 含吹乃吹乃吹 含吹乃吹就不到他 是 你有你都不会让他吹 希望大家留意 如果想买东西的话 就7点半前上来 或明天上来都可以 好了 既然是这样 我们当然要尽快做节目 但是尽快做节目之前 我也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今次不是想说賴市 就是想说急市不去 我不是说今天 今天我也有这个情况 因为我顾着做事 急急又不是很急 我就不摸 当然这个是不好习惯 上星期我回来香港的时候 都是的 有点点急 但是又 一摸就有了 但是又做了手上的事 就会不见了 我相信大家都试过 好了 不见了那一刻很神奇 你不见了可能是一整天不见了 甚至乎两天不见了 明明那一刻急你不去摸 我上星期也试过 但是 你急到一个点 你就爆 你会发觉 变成一些实屎 后面有些屎水 多数都是这样的 塞住了 因为你应该去摸 你不摸 那就塞住了 你都塞住了 于是乎你里面的屎 真的 硬是有些很不自在 好了 到了那个大屎一排出来 后面的屎 真的圆圆不绝 正正是我星期五 还是星期六 我这一天 我试读市 我心想有那么多屎摸 摸完又有 又不是肚肚摸 摸完又有 因为我喝了一栋多 我去马拉 在香港我已经没有喝一栋 好了 那我们马上 首先我第一次 我真的要讲一下 OK 我不知道 除了我上星期遇到的士 司机以外 又要回去 不是 第三次 话说我昨天回来收拾东西 因为我们昨天的AI班 哇 他们的AI 我真的很善思 真心地跟大家说 真是要学 虽然你给完学费 千多元 你觉得 早知不用给钱 省回 但你不给那些钱 你能够去不到门楼 看不到 你能够去不到门楼 看不到 你看到毛头 他们的卡都不清 学他之后 他真是很powerful 当然 你可以去到哪裏 中步到哪裏 是你自己掌握 譬如 有些人说 那天我听到《风水浩》 他真是误会了 他说 何时叫你同学 跟我做个什么 其实不是 他叫同学剪片 你还要叫同学剪片 你现在有机械人 你的机械人和你剪片就可以了 我听到老师说 他现在做短片 他玩AI 那当然是做到的 这些东西很简单 基本上 我不知道是否专业 还是怎样 我觉得你真的 不要去避这个潮 我不知道是否能和你赚到钱 但你真的可以省很多man power 对吧 譬如 你不用掌握得很厉害 你懂得问题 其实 他可以一个网页 给你做出来 以前你说 怎样写网页 一个proposal 给你做出来 对吧 那你这些东西 我想你真的要去学 用AI 多出一些产品 港幅就可以了 其实是 但我现在 我最终很能投入一个课场 所以我会叫我儿子做的 其实 其实我现在准备 当我没有用AI做过的广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整个AI做出来 其实不只是产品广告 整个节目都可以 根本 是很令人 其实我一向都知道 但当我看 因为他们上课的时候 当然我不在 但我 有时在旁边听见 我都觉得很夸张 夸张得是一个 我真的不觉得 我真的觉得你们 真的不能够不学 完全是 真的 真的是另一件事 譬如我说 喂 我毕丽曼布 现在这样 我想说 究竟我应该怎么做呢 他其实可以整个draft出来 整个计划 然后怎么去 在哪里买广告 在IG Facebook 他给你做出来 甚至乎你排卖期 按时按后 就是给你上评 如果上评也不用了 很神奇 好了 所以 我知道 我再开什么初版 我想我短期内 不会搞 如果搞的话 我可能就要与你们移私 我退到星期六 因为太多人闻星期六 因为很多人 星期日上去Firmly Day 星期六的话 我们正在做生意 所以可能要在另外一个 在不知葵涌 还是哪里的课室 站在我们那里 看看大家会不会有兴趣 到时我都知道 再去宣告 说说我昨天在货场收拾东西 当然有些客人说我两次 知道我昨天有空 会在那里 上来买东西 其中有个客人跟我聊天 是一个太太 她说她的儿子 我忘记她的儿子做什么 都好像做护士 就是一个多精神的职业 当然是黄丝 她的老公是蓝丝 这些故事我们听很多 很多年过去 但故事最奇怪的是 她的儿子总觉得 始终是两个儿子 不要说那些 始终是她的父亲 生我养我 想效应她 跟她聊天 但她的父亲不刮她 还跟她老婆说 那时候老婆当然会劝 哎呀老爸你说 不刮她的意思 不理她 不听她 不跟她说话 不跟她儿子说话 即是连政治我也不不说 不说不理 不说不理 她说一定要她 是 即是知道自己错 她失忌 即是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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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跟人家 老实说 当我们云会 大家有自己的怨惊 喂 你说 那老爸男,兒子王,老爸王,兒子王,什麼都不要緊 通常年輕人的那個可能會偏激一點 那老爸的有時候,算了,你做了幾十年人,對嗎? 那這些就不要講政治了 就是平時老死不想,他往來? 不是,是兒子嘗試跟他講話,他都不講 就是神經病,老爸 是不是在神經病? 好了,然後呢,他跟我老婆講的話是什麼呢? 就是你說,我不會叫人離婚,因為我昨天認知我去 又給我買了幾千元,很簡單 他仍然是說,祖國大人把錢不太害怕 現在香港不太害怕,香港政府很好,外國勢力 屌你老母,你說我是不是 即是我們經常覺得我們很清澄 他們真心這樣 就是這樣啊,想你兒子的政見呢 就是覺得兒子被人迷惑了 你真心這樣想,很多人都是啊 但你沒有說,你要跟我認錯 因為你政見不同,你要先認錯了 會再跟你做回父子 你可能是這樣啊 那他沒有說不做父子,是不敢聊天 那個兒子跟他聊天 老爸說話是不是,不敢認我 即是你說,你是不是太極端了? 太極端了? 去到這些時候,很難搞的 即是你真的要逼到他們 最終我一定是對,你要認錯 認錯 你說怎麼相處呢? 怎麼相處呢? 是吧? 真的很嚴重的 好了,我今天看完這一點 我真的覺得香港呢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前景 各位網友,你答我 不要說我暢商香港 即是上星期又說什麼金管局聯絡銀行 借錢給人那些 如果你覺得那些是方法的 或者政府覺得是 我真的覺得是很能有型 我首先第二件事不要說 只是夜夜繽紛 夜夜繽紛 不要說你搞得出不出息 搞得不出息也好 現在究竟有沒有再搞夜繽紛 你有沒有說過? 好久沒說過 好像 議會有沒有開會? 你有沒有玩謀的? 你做得不好 你既然做得不好 再開會 怎麼可以做好夜繽紛 還是現在放棄? 因為香港人那裡地方大 愛多些國家 多愛多些國家 那些東西便宜 水向低流都沒有辦法 喂,是不是這樣呢? 你什麼紅貓經濟 那些都不要說 好了,你說是否賺不到錢,於是人們離開呢,這個都可以是一些原因,但我覺得最大件事,我經過今天一段新聞,你老母,最大推手就是疑問,肯定不是你那些什麼,什麼屈永賢,什麼蔡若年,什麼雷鼎明,甚至乎林鄭,甚至乎超哥, 我真的覺得,這個蔡若年,教育局長,他真的很可能,沒有肯定,沒有做research,沒有去計算,沒有統計,你有什麼法子,你有小朋友,我真的不能走,不能走,喂,大哥,如果你想我這樣給你翻,好了,小朋友就讀書,父母就走了,又或者留著他爸爸在那裡強行, 找少許錢,先找少許錢,先頂著他雞頭,老母過去看看,最後又不是在香港洗,我老爸就說,你買兩頓飯吃,原來是放家,或者外母道,或者花,媽媽那裡排兩口,回家,以前租一間屋,四萬五元,公層有三萬八元,現在不是了,即是servicing apartment 也好,再不是回媽媽那裡住,房子睡地下了,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老母子,存錢,兩個月,老母子,飛去英國,買一張機票,老母子,這麼便宜的一張,飛去英國,到英國才用,跟小朋友出去吃日本,又出去吃韓國燒,老母子,你怎麼運行呢,當然,他老爸都有性需要,老母子,跟他兒子去了英國,老母子,那便回大陸,回大陸嫖妓,做什麼, 老母子,你這個蔡英國,上個禮拜我一起說,我看看上個禮拜的公經社科,我看一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覺得,因為昨天有人找阿昌哥回應,我覺得,為何無論如何找這樣的事情來搞,是不是有人想將一件謠傳的事情搞大他,真是那個波及閘,不要傻了,就算再有下一屆, 就是啊,我寧願好像澳門那樣,釣出京官來做吧,澳門那個,現在宣佈參選的那個,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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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那個、什麼、那個、中審法院那樣,那樣,那就等於京官,1986年移民到澳門的,都可以選特首,對吧,我不知道,可能應該好,如果在美國選總統,一定是美國出世的,好了,為何要這樣說呢,他說,是含糟糕的,如果各位網友,你能夠數到,究竟我們能夠數到, 究竟我們的學生要學多少關於國家教育、憲法教育等等 我已經佩服到你不看頭地了 我去國教育 不止 教育局日前上載新一批學校外評報告 涉及全港四十四間學校 多間學校被批評前線教師 甚至管理人員對國家安全教育 理解營建參差 怎樣叫營建參差 你肯定要阻擋到阻擋閃 最大聲叫做good 你稍微 怎樣說 不要說是 稍微中容一些 你對教育安全理解營建參差 希望校方改善 同時有媒體發現 他當局 建議學校參照當局製政的國民教育活動規範年齡 媒體發現那個年齡 真是九月份開學有六個活動日 全年我計過了 有十四個活動日 一年 好了 這是十四個活動日 中間你是有甚麼憲法教育 愛國教育 憲法教育 基本法教育 基本法教育 都要準備的 不是 我講真是學課 愛國教育 憲法教育 基本法教育 國安法教育 等等 起碼我記得的四個活動 如果你中三大學 讀習近平思想 甚至乎中經社科 讀完 不要吵欺 好了 吵欺 好 幼稚園拍出來 小熊 熊筋 那些不要計 喂 正是 校方 你真是不要怪學校 老師 你真是不能怪 因為 第一他們有些混色 第二 我不做 我走了 如果換更加左的人 更糟糕 我要守護香港 真是有人這樣想 我是很尊重的 你不要覺得我是開玩笑 好了 我對你老母 你真是看十五個活動 真是這麼說 好在我兒子大了 如果我現在有兒子 話說說說說 又說可以拆開一些東西 昨天星期日回來開 大家知道我曾經常說 我有個網友 是專門照顧別人的B 就是流水落花 那樣 那他呢 上次帶個B來 我才說過 就跟我說 幾個星期後走 昨天又帶個B上來 那就是 這個星期四走 就送他走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凡親這些的BB 一至三歲就是一個家庭照顧的 我們的網友就是一至三歲 三歲至十八歲 就是大仔大女 就是去第二個家庭照顧的 那他呢 就是照顧過很多個 那上次去過大女 真是一個大女 我想那幾十十歲 有上來 那當然是在樓下去聊天 因為他女兒都很適合的 我問 喂 那你弟弟妹走 你乖不乖 他看一看我 你說呢 意思是怎麼會不乖 好了 昨天呢 因為我已經第二次見到這個BB 就是兩歲多 就是三歲 這個星期四要走 哇 他那個其實年紀都是阿爺阿媽阿婆 但是呢 那種親情呢 你是不能欺騙的 即是他抱在我華裏面 我BB對他們兩個的依賴 愛護 即是我們兩個網友 對我BB那種愛惜 那種同愛是不能欺騙的 其實我每一次我見到他們 我一方面覺得他們 嘩很厲害 即是我不要說他很偉大 我真的受不了 我問他幾歲 幾歲 幾歲 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綿乾碎 濕臭到三歲 那他說不想的 為什麼呢 那天上就走 下就另外一個 嗯 又會到了 就會到了 一定要忙著 他說那有沒有送上去 當然有了 那你想不想知道他去哪裏 不想 他都不想 因為不想有一條筋留在那裏 因為有條筋留在那裏 因為有條筋留在那裏 等著你自己的小朋友這樣 是吧 好了 嘩 我覺得真的 我遲早要送他上來做接受訪問 當然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們這個節目未必方便 但是呢 即是我覺得呢 我見到這樣的情況呢 我真的更加覺得 真的 生子應該要考牌 那麼多這樣的父母 是吧 即是有很多呢 其實是真的生來拿工援 然後又不照顧 政府搞 很多的 但我見到那裏 聰明到有帥 他上來兩次 我都覺得捨不得他 真的不要講話 好了 好了 你說如果有哪裏 我怎麽搞呢 我們看看 尤其我們這些教育 不要計 只是九月份開學 含家產 九月二號 你要升掛國旗和奏國歌 還要學習相關的禮儀 九月三號 我們要學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要安排全校施生物哀 還要分享看完這套抗日電影的觀後感 其餘還有中秋節慶活動 中秋節慶活動 不是 是課堂討論九月八事變 還有一個農民豐秋節 怎麼農民豐秋節都要學習 學習國家糧食的安全策略 學校還要利用逼部介紹中國農學家的貢獻 接著我們又有烈士紀念日 安排施生默哀悼念先烈 分享國情電影的觀後感 嘩你這麼真是九月 你看看抗日神劇 首詩日本鬼子那些 國情電影觀後感 好了未夠 另外去到十二月 我們還有國家憲法日 你要學習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三月的國際婦女節 四月的基本法頒布紀念日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七月的中國共產黨建黨一八零四周年 六月呢 沒有啦 學習 五月三五號 好了 八月暑假都不放過你 暑假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軍節和全國生態人 暑假都要回去嗎 我不知道 喂大哥 各位網友 喂你走不走啊 那些老師平時都很混亂 要教書 轉學生的東西 又要做文 喂你不要 開會 開會 再搞這些 你稍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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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不到他們那個 不到蔡局長的標準 就評購你 理解營劍參加 跟著做warning 然後dispiece 就可以 睡覺都沒有時間 再搞這些 喂 喂不要這樣好不好 蔡局長 雖然我知道你有家事 那個人可能有些變態 屌你老米 你好了 屌你老米 上個星期 頒布那個合乎情禮的親密關係 引來好多好多回響 蔡若年呢 就在 講清講楚講 她說 她當然要defense 就是什麼 她說社會急速發展 加上網絡世界容易接觸到不同的訊息 在一個青年價值觀上面 各方決定前應平衡各方口 屌你老母 喂我 我明白 但是你真的不要想著管到 你平衡到各方 哪些各方 你不要想著管到 其實我最怕是管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管 是管不了的 老實講 這些是媽媽要教 老師可能要教 喂 你真的什麼時候 要戴套 頂攻是這樣 你負不負起責任 好了 你這些是無人圍到嘔 吵得嘎笑 是得嘎嘎笑 你給我 我真的 好像我上個禮拜 我真的 什麼事啊 這樣對不對 如果我這樣好不好 玩夠死 那什麼事 好了 其實我們不是保守 我們是希望保護青少年 主要對象是初中同學 初中同學 都是十二至十四歲 我們要怎樣告訴他們 要正確過自己負責任 要懂得愛護別人 尊重別人 等他們將來成長的時候 要面對更加複雜的社會環境 吵得嘎笑 你十二至十四歲 喂 他們一說 你暗截那邊 要笑 以我們這行 你保護青少年 吵得嘎笑 吵得嘎笑 你真是瘋了 喂 吵得嘎笑 你管他 屎眼山無尾 屎眼無尾 屎眼無尾 7月14日 不要拔腳毛 要不然會撞鬼 你管這些 好了 吵得嘎笑 你只看這個 他第一教材 上個星期 我都看完教材 這麼過癮 原來真的這麼開心 他說 中三公民 經濟和社會科 公經社科 以前我讀經濟的時候 EPA 我們經濟 我們有兩科 一科是Economics 就是Econ 一科是Economics and Public Affairs 這樣 就是最難 就是最難 合格率最低得全港 那時候我們讀的時候 所以我們 因為合格率低 我們讀了幾年 當然可以 Distinction 但是 現在這個公經社科 社教 我真的覺得 你無論得得高分 你有這些 他有情境分析活動 他要教師 在用題材的時候 要提到ABC理論 和學生一起協助 分析這個學生情侶 男生 手禮女生 咦 又是叫子情 子情 但是當年我們 國泰空姐 因為疫情底下 於是金馬輪道 一間桑馬 一間按摩場 又開始打飛機 結果打打一下 做了雞 做了雞 實況 有一套 還未講完 我先講一下 好了 就要跟學生一起協助分析 學生情侶 男生 手禮和女生 指情日上面 對性活 幻想和性衝動的前因行為 認清作出行為前 決策帶來的後果 和經行良好作出的決策 老實說 只是學生和老師一起分析 這個手禮和指情 這下也有兩排去玩 對吧 我想那些老師的臉都紅了 如果那些學生 懷疑那些 喂 老師那不是 有人說 九雅母親戚 那你怎樣 老師 當聽不到 就不行 有人說 你不要說錯話 馬建賢 喂 喂 喂 我爸爸說 那裡沒有親戚 那麼緊張便說 那裡沒有親戚 沒有親戚 沒有親戚 說姐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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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來 不是這麼久 哈哈 成班同學這樣 玩死你什麼事 好了 其中一個情景 提到 喂 這些在啤梨碼舞做 你哪有在 喂 那無人聊 這個情景 我懷疑他們出題 是我的聽眾 在嚴嚴下日 大家想想一下 六七月七八月 真的熱的 你本身是熱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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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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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方不守禮,立刻拿一條靈,硬去,硬去的肩膀這些位置,太靈性了, 不硬信了,不斷,立刻硬去的,你還在守禮,說,好了, 接著,這個紫智,好熱,這個肩膀來捱一下,就依會在守禮的肩膀, 於是乎,這個整景是他寫的,守禮感到圈奮, 你怎麼會是閒書的,而且很硬,好,在這個時候,就問學生, 各位同學,剛才說什麼情形,守禮,如果你是守禮,你會怎樣, 如果守禮抱著紫晴,他們就會透過觸覺, 他們會碰到,更加引起性衝動,如果守禮有禮, 跟紫晴排排坐,他們就會繼續溫習,你要引導學生, 我屌你,老母,我簡直是不能夠相信, unbelieveable,屌你,老母,你這樣一條女兒, 抓過來,紫晴,熱戀男女,熱戀, 性好奇,少年人血氣方剛, 下日言念,紫晴,你快點坐好,我們繼續溫習, 你這樣,我雜訟不到精神,你加上面紗和頭巾, 屌你老母,老實說,如果是這樣,我是老爸, 我還要說,我在房間裡,我專門進房, 專門進房,被等他,屌你這樣, 立兩百萬人出來,屌你浪漫臭氣,大四百塊, 我生個叉燒好,我生個臭小孩, 然後屌你爬上灰,順便,難不得, 屌你老母,子全,屌你老子,屌你都沒得用, 屌你老子,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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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一點, 老子,喔! 好,膠材大提到阿,試試iks程輝, 屌你老子,屌你老子,色念子冷變相比, 好可能會在 complement射, 一步一步根本就會打結 以便便會去嘆 팔 area, 而旨 Anki 可能會有寶寶, 就會在讀宿便方便可以了, 原來旨呎只肅 negotiating十五歲 不是呀! 終於跳也好做啦, 喂!阿程,你今天是沒經驗說過的話ródsnive 十四五歲, 你卻不管你夾範 moo,就了, 不知為何 這麼厲害? 你自己也有 我不要說他 在那個年紀 如果我們現在 今晚老婆搞事 生日 中出 你想有都難 好了 紫程又約15歲 可能會犯法 最高認罰 為何要提到這些事 我就在想 你老婆是在玩東西 最高認罰 是5年了 好了 恩怡提出兩個建議 就是露燒引導學生 一 立即離開院場 紫程你不要靠我 雖然那裏明明是在家 請你立即離開 你不走就我走 一是轉而視線 紫程不要說你不要這樣 不如我們現在下去打羽毛球 吵你老婆 吵你老婆 有此不有中 吵你老婆 在這個時候打羽毛球 吵你老婆 吵你老婆 你真是太荒謬 如果我還在學生上課 老實實說 我十四五歲的時候 我和現在一樣是這樣分析 一樣是這樣好 吵你老婆 真的可以 如果這樣就不會有人 什麼什麼 逢私成婚 另外 那些不要說 江玉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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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寬說 我真的頂不住 還有幾個人打羽毛球 你臨時臨急 去哪裏 去哪裏找個場 那你不是一定要找個場 你每天都在街上打 你小時候在街上打 去哪裏找球拍 那又會有些道理 那不打羽毛球 踢演 去踢演也可以 偏偏要演 去看戲 說真的 看戲更加渣渣摩摩殘 說真的 你年輕男女 一刻不要拍拖 一拍拖 就一定有身體接觸 不要說打電話 可能要拖手 那些 其實男女雙方是會上升級的 隨著感情 因為好奇也會上升好奇 隨著後生拍拖 一定有升級的 吵你了什麼 好了 跟著 又加上去看那些 小時候也看了那些四仔 看就看得多 想試一下 究竟吵他 吵他 吵他 那女人都會 有什麼好奇 真的是好奇 其實很好奇 對 還有 Robin 還有一種絕招 吵吵吵他 吵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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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想愛我 就是分手 周海薇 對阿 他說 老實說,現在不是關於我們做不做愛, 不關於我們做不做, 我覺得我們的步伐不同, 我覺得我們在一起, 如果我們做過去, 我們會更加愛對方, 更加了解對方, 感情會更加融入, 原來你不是這樣想的, 說了一些話, 你要想想那個女生本身, 其實她也想進一步, 我就想說, 你逼我,我給你, 這樣而已, 然後你現在去打怨無球, 另外張恩宇, 張恩宇是香港, 新界北, 我不知道是甚麼人, 立法會議員, 但是, 張恩宇究竟是男還是女, 男人來的, 她說看見教材, 大是一驚, 這次我認為她說得好, 她說, 叫你老母, 婚前性行為都不行, 因為她其實不僅是十幾歲, 她說要堅決婚前性行為, 那如果大人大死, 那怎麼辦呢? 她說,下一步, 是否要婚前, 要嫌處男處女, 是不是瘋狂了線? 你真的是不是瘋狂了線? 屎為是公公司30號嗎? 連鎖, 她說連鎖這些, 一定是建制派議員來, 可否是要嫌處男處女呢? 好了, 當然, 昨天, 阿超哥, 出席完了第二場, 這個施政報告的地區 宋諮詢會, 不知道是甚麼宋, 什麼時候在施政報告, 我不知道是十一個月, 好了, 那些人多次問他,喂,特首啊,喂,現在這個公經社科,你有沒有留意啊,他說有個什麼東西,日常什麼性行為,什麼什麼禮儀啊,其實呢,都不知道怎麼衝著他來的 那麼,超哥說,其實講到,教育就涉及這個價值觀的,不同人士的看法可以很不同,那我肯定啊,你很不同啊,你的看法跟你一般人都,是嗎 他說,社會文化呢,要共同營造,細水長流來認罪的,落實的時候,可以有些畫質,和大家看法不得知,喂,你是特首來的,你回去掌握他吧,喂,你搞什麼東西啊,阿局長,我開了你 他們的中學,一人一條,精髒帶啊 神經病啊,我覺得他們現在這樣掃起這些議題,反而更加令那些學生呢,不是呀,令那些學生呢,更加約約欲試 神經病啊,我都想讀啊 神經病啊,我都想讀啊 神經病啊,最重要是,國方表達意見之後,政策局細心研究後,會明確告造方向 神經病啊,表達意見,政策局細心研究,即是說,在他們來說,都覺得,神經病啊 神經病啊,可能是可以修訂的,神經病啊,神經病啊 神經病啊,神經病啊 神經病啊,那時候,那時候,通論過什麼,通論過什麼 神經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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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啊 神經病啊,axe不是求你去做甚麼,訓謀社會之緣,都想出馬虛 那時候的 所以那時候出來,道jas ,法國投尼、因爲 amen社會學生的 他可能要求他們台灣人發展啊,要求他因爲勝稅喔 哎呀我先啊